你好,我是美珍 我国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 自然有着无数个料理选择 在世界美食网站刚刚公布的全球50大街头美食排行榜 我国的印度煎饼Rodiza Knight更是排在第一名 虽然我国被许多游客誉为东南亚美食天堂 然而每个人的口味都不太相同 因此有些美食并不受外国游客青睐 一名来自美国名叫Lily的女子 在抖音社交平台设立Lily在吉隆坡的频道分享大马美食 目前已累计4万多名追踪者 日前她在频道上上传的一段视频 显示她正在品尝一种被指示来自森美兰的美食 也就是西罗 不过她说 这道美食吃起来费功夫 西罗的肉不容易吸出来 而且西罗的肉分量不大 味道并不特别 所以她放话不会再尝试第二次了 她的这项分享和看法并没有引起大马网友的不满 反而有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认同 当中有网民表示虽然她也是大马人 但她也不喜欢在餐厅吃这道食物 因为会发出奇怪的声音 然而有网民纠正 应该从前端吸西罗 这样会比较容易吸出罗肉 根据了解 罗类是一个很大的族群 有超过4万个种类 在本地可食用的西罗 马来文称作西布斯顿 一般的煮法多半是以辣椒 洋葱香茅等等大火干炒 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 罗类的尾巴是它的内脏团 虽然中毒的几率不高 但建议最好不要食用罗类的内脏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 陪伴着你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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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